3米姐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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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三米姐上菜的特別版 我們今天要來做調酒 那今天呢會做兩杯調酒 這兩杯都是我們在古巴喝到非常喜歡的 那在古巴呢 他們的調酒基本上都是以這個蘭姆酒為基底 加上新鮮的果汁調製而成 那跟在台灣喝到的會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喝到的調酒 有時候他們會加蠻多的糖漿 所以喝起來會比較甜膩的感覺 那在古巴呢 因為是新鮮的果汁 所以他喝起來就會比較香甜跟清爽 今天的第一杯調酒是Dakili Dakili呢是我自己在古巴非常喜歡的調酒 那他是以蘭姆酒為基底 加上新鮮的檸檬汁 打成的冰沙 然後在夏天炎熱的那個天氣 喝一杯會非常的清爽 第二杯呢叫做Bina Colada 這一杯是經濟師在古巴非常喜歡喝的Mai酒 那為什麼叫Mai酒呢 因為他喝起來香香甜甜又奶奶的 這個調酒呢一樣是用蘭姆酒作為基酒 加上新鮮的鳳梨汁以及椰漿 所以喝起來非常的香甜 完全沒有酒味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Mai酒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兩杯調酒 需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吧 要準備的材料有 白蘭姆酒 鳳梨 檸檬 椰漿 還有糖 還有糖 泥 我把你做的 大家看你做的 你做的 用一件事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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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你做的 你做的 试喝时间到啦 经济师这是你的梅酒 非常好喝 古巴的那个兰姆酒 它的原料是甘蔗 所以这个酒本身就是比较偏香气跟甜味 蛮明显的鸡酒 然后加上凤梨跟椰浆 整个就是融合的非常好 所以喝起来就是非常的顺口 然后香气非常的明显 就是香甜的口感 就是经济师称它是妹酒 就是它非常容易喝 然后它很喜欢这种香香气的甜味感觉 是不是 好喝的那种感觉 但是对我来说 比如说实在话 它是好喝 可是我会认为它有点太香甜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喝 柠檬是基底的调酒 因为我喜欢非常酸 所以这是经济师爱的 所以我有一家有点做这个 应该没吃到 我看了 因为我 Garage 我来不乱得 你自己来tit了 我来尽快点 就是这个 我来尽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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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調酒呢 在古巴它除了檸檬汁之外 它還會有像鳳魚汁或者是百香果汁 這樣熱帶水做成的這個冰沙 炎熱的天氣喝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熟快 最近因為疫情很嚴重 所以我們不能出去喝酒 就非常推薦大家在家裡自己來製作這一款調酒 只要有新鮮的水果汁跟藍母酒就可以完成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輕鬆簡單 接下來我要去喝酒囉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